最近,俄罗斯展示了正在测试中的新一代寻飞弹Z53 该机可紧凑折叠且性能优异 能长时间留空寻找目标 并通过数据链将视频信号传送给玩家 一旦收到攻击指令,便俯冲下去和目标夹以巨王 虽然这款寻飞弹参数不详 但其外形却能逼死强迫症 因此,本期我们就来分析它的外形特点和性能优势 从Z53的设计看 它完美克服了柳叶刀无人机的主要缺陷 柳叶刀长度1.65米,翼展1米,极非重量12公斤 虽然并不沉重,但包装箱尺寸较大 放飞前,8片机翼需手动展开固定 手嵌就容易掰坏 另外还要支起弹射滑轨 以至于准备时间较长 而为了尽量缩小折叠尺寸 柳叶刀采用了斩线笔较小的宽短机翼 因此产生了较大的诱导阻力 同时为了保证衣面积,采用了前后串翼 又使后翼受到前翼的下洗气流干扰 升族比进一步降低 而C53不仅折叠后相当紧凑 还具有优良的飞行性能 它的包装是个圆筒 只要两腿撑开,接上控制器便可发射 筒底发射要释放的高压燃气 直接将其射向空中 期间它的四片机翼绕着根部转轴旋转展开 随后尾部的电机启动 折叠螺旋桨也被甩开 只需要一两秒 该机就从折叠进入了战斗形态 让首线的士兵没有掰坏它的机会 从外观看 该机虽然折叠尺寸很小 但机翼面积和展显比都较大 更加细长的机翼使飞行阻力更低 可进一步增加装药量或延长流空时间 每片机翼的根部都有一个线位挡片 使机翼出现后掠角 而这对该机的稳定和机动性至关重要 从正面看 Z53是一架X型飞翼 虽然四片机翼错位安装 但平飞时 同向倾斜的机翼 升翼合力会斜向上 穿过机身中间 使总升翼方向向上 这和普通飞机没有什么不同 但它的稳定性需要靠后掠翼来提供 我们找到机翼的平均气动弦长 发现机翼的升翼中心在弦长大约三分之一处 但从侧面投影看 飞机重心在升翼中心前方 机身会受到绕重心的低头力举 所以还要找人来压秤 这时更加靠后的腹翼就派上了用场 四片复翼需要同时上翼给每个翼间都制造下压力 这样在侧面投影上 更靠后的下压力可通过较长力臂 使机身获得相同大小的抬头力举 从而维持平飞 此时机翼升力增量的作用点 也就是机翼的焦点 位于弦长四分之一处 而复翼和机身也有焦点 且位置更加靠后 三者加全就是整机的焦点 也就是这架飞机的气动中心 飞机遇到扰动抬头时 焦点处的升力增量会推动机身低头回正 而遇到扰动低头时 焦点处出现负的升力增量 会推动机身抬头 飞机因此具有了可自行回正的纵向径稳定性 当飞机遇到突风发生横滚时 四片机翼的合力将偏向一侧 推动机身侧滑 这时风从机头前侧方吹来 使侧滑方向的两片机翼后掠角减小 升力增大 对面两片则后掠角增大 升力减小 升力差又推动机身反向横滚回正 因此后掠翼还让飞机具有了横侧静稳定性 虽然没有垂直尾翼 但四片上片的负翼在机身发生偏航时 套前的两片由于后掠角减小 导致迎风面积和阻力增大 套后的两片则阻力减小 形成了自动回正的阻力度 所以后掠翼还让该机获得了航向静稳定性 更加奇妙的是 这下飞机想要转弯时 只需增大两片对称负翼的上偏角 让机身受到指向侧下方的下压力 出现抬头和偏航 就可导致两片机翼在来流中迎角增大 升力增加 另外两片则迎角减小 升力减弱 于是升力的合力自动偏向了转弯方向 给机身提供了向心力 开始做圆周运动 因此这架飞机并不需要倾斜机翼压坡度 就可直接了当进入转弯 所以它的转弯动作比一般的飞机更灵活 由此可见 Z53是一架构造简单 易于制作 兼顾折叠尺寸和飞行性能的飞翼 虽然它还没有出现在战场上 但装着小飞机的圆筒 一定会很快出现在公园的草坪上 还没有发现 这一集就会有空转弯的草坪 这一集就会有空转弯的草坪 不可接下来 我直接去过 将其有空转弯的草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